這個是臨時Key的 光也沒有打 大家看得到 亂打一通 所以隨時都可以Key A B 這套裝備呢 5980元 全世界第一台導播機可以做到這個價位的 兩元保固 來自於台灣 叫J5 導播機 導播卡 這一台 同時它還能夠怎麼樣 它還能夠 為什麼要延伸這些東西的說明 主要的用意是在於就是 直播的東西 一定要選那一種 長時間開機而不會死掉的那種裝備 我沒有說哪個牌子開機開開 它連錄影都不錄就會當掉 我都沒有說哪個牌子 但是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先認識 如果你不曉得的話 你就會常常在網路上看到 我的直播怎麼時間 沒多久就 就關機了 那這種現實呢 存在於就是說 你一定是一個品牌的粉絲 或者是你 請聽那一種 沒用過相機又說相機好的那種說明的人 或者是某種種原因 不管怎麼樣 挑相機幾個用途先把它搞清楚 搞清楚之後呢 再來講清楚你的預算 最後再決定要哪個架構平台 哪個format 然後選定了之後呢 後面我再告訴大家 怎麼真正的去挑到對的相機 所有的相機我全部都玩過 所有的品牌啦 我都玩過 都走了一輪 也投了很多的錢 好 我們兩點還沒到嗎 好 到過兩分 哇 來了十幾萬人 十四個 十四萬人 好 正式開始 現場的直播架構也順便讓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結束之後大家都會問 哎唷25個人 我們公司大概都佔了20個 所以五個人是人 其他都是我們家的人 這就是誠實 那 導播導播 什麼 要賣完了 才開播就快賣完了嗎 蛤 導播能不能加量 你吃菜啦 加量 我們不幹這個事 我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 直球對決 用這麼大的螢幕跟你玩直球對決 那 我這邊呢 簡簡單單的 開始 正式開始 會有一個迷思存在 什麼迷思存在呢 當我們要選定一個相機 或者選定一個牌子的時候 市場的最大不見得是最好 那我跟你們講一個背景故事 在西元1918年3月13號 日本 誕生了一家百年企業 由 經營之神松下新蜘蛛先生 在100多年前創立的 Panasonic公司 在大阪成立 如今呢 造就了全球27萬多名員工 在台灣有2500名員工 全世界有529家分公司 一年創造8兆日元的營收 這麼大的企業 你去質疑它發展一台相機的一個精神 你去質疑它會不會玩一玩就不玩甩鍋 這一點你萬萬不用懷疑 一個大企業之扯與成就 至今百年屹立不搖 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以人為本的精神 只要是做對了 這個企業將一直流傳下去 好的 當你了解一個企業的背後故事之後呢 它來發展相機自然而然 可以理解它的毅力和堅持 它能夠長久持續的走下去 這一點你完全不用擔心也不用懷疑 就在三年前 日本的那個高層 派了相關的人員來我們公司 我是嚇了一大跳啊 因為我這麼小的一家店 日本的富取第一 日本富取第一你知道什麼 就是二打手啊 很高 日本總共是富取第一來我們公司 同時帶了它下面的團隊 全球Lumis相機的總負責人來 吼 我這一間店 又不是什麼大平台大企業大連鎖 為什麼他要來 我當時在想一件事情 我的成績也不是頂好 但是現在又不是要往自己臉上貼金 是因為他們來這邊 希望推廣全服相機 那跟我們了解跟溝通 那麼我從此呢 就在一個飄飄的情形之下 就錄了這個套 這個套錄進去之後呢 我原本其實是排斥的 我為什麼說它是個套呢 因為那個時間點 我基本上已經做了30年的生意了 那要退休嗎又沒有足夠的能力 那不退休要拚命的拚 那最後呢 迎接了這個挑戰 Lumis相機的出現 三年前呢 憑什麼 你做這個相機出來 全服相機關你屁事啊 壓根全服就沒有你 Panasonic 4你進來攪貨攪局什麼 那時候心裡的OS告訴自己 那個Canon就全服相機最用啊 Nikon也很厲害啊 Sony在無反稱王啊 憑什麼Panasonic Lumis有角色呢 有位置呢 我當時是充滿了一個極大的問號 在問自己 哇靠 這接下來後面是披荊斬擊啊 碧露藍� 會很辛苦 因為是從無道友去做這件事情 Lumis相機 做一個推廣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可是呢 在問號發生 腦中OS抗拒的背後 我們把機器打開了 打開之後接到大電視上 哇 哇 我們天天在看相機送訊號的人 因為我們是做現場導播的 我們在看相機送訊號的人 對於這種Live訊號是非常非常有敏銳的直覺 我們當下看到一台懸浮相機出來的畫面 有那種輪廓細膩度還原度色彩飽和度 還有沒有髒髒的浮點的這種狀況下 居然出現了 因為我們用其他的牌子 你會發現 在人的輪廓邊緣都會有一些髒髒的現象 好 這是誰的畫面我想一下喔 有一點亂了齁 這一台是 猜猜看是誰 哎唷 羅生門耶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 我們給各位帶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齁 台灣最漂亮的風景 人 台灣最漂亮的風景 人 當作我們的背景 那你 您是我 還是那句老話 剛剛講完的是全球布局 還有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那而今的現在 對應在兩三年前我所面對的一個問號 就是從一個Live事件開始 我沒有見過一台相機的Live可以送的這麼漂亮的 真的沒有 不管哪個品牌 你如果甚至你看到有些牌子送Live訊號是虎的 懵懵的 我問過說你的Live訊號怎麼這樣 我Live訊號只是讓你知道有畫面 並不是要讓你拿來用的好嗎 在兩三年前是這個樣子 那當時的 人家的Live訊號就已經做到這樣的水平了 那麼怎麼看呢 第一個 很多的Live訊號旁邊都會出現細細的顆粒浮動 幾乎每一家都有這個現象 那時候我就很注意很介意這個事情 因為你不解決這個問題 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投大電視牆 因為沒有辦法投大電視牆 意味著就是這個東西的實用性又變窄了 可以投大電視牆的Live訊號叫大家看 第一個 邊緣不能夠出現那種浮浮的點點 大家仔細看你的相機或者你的攝影機 你只要接到大電視上都會有那個東西 好啦 我在小電視都已經看到那種鳥樣了 在手機是看不見的 看不到瑕疵的 在電腦有沒有看不到瑕疵的 只有大電視看得到 那麼做活動的人問題就來了 我Live訊號當時受到感動之後 我就知道一點很重要 我要投的是什麼 500吋的 大電視牆 我告訴你 你投上去之後 如果是性能好的話 那會被放大 會變得很可怕 所以Live訊號的重要 當下把我給震驚到了之後 我就決定拚了 ROMIS全部相機我要拚了 拚他的什麼呢 拚他的市場 拚他的未來 拚他的價值 拚他的什麼呢 多元的市場性 廣播電視可以用 拍照可以用 錄影可以用 直播可以用 微電影拍攝可以用 連續劇可以用 廣告可以用 基本上全能 不是每一台相機 都能夠做EFP電視轉播的 我告訴各位 不是你可以回去試試看 那個送出來的情況 真的是不行 那麼他已經做到這樣 如此全能這般的時候 感動到我就覺得 聽下去就是現在的當下 我們從S1的接觸到S1R的拍照 神級的拍照到S1H的電影機 獲得了Netflix認證的這台相機 在這邊 意味著你將來可以用 極適當的金額投資 能夠拍出高階的作品 哪作品的內容呢 又可以參加國際的交易 尤其賣到美國 這家公司 因為是他拍的 但是S5拍的就不行了 認證很重要 他們在選擇影片的規格 都有一定的標準 那你說我拿個iPhone拍一拍 我要去交Netflix 那個都不是在範圍內 但是除非你發生一件事情 你是李安 哈哈哈哈 但你不是嗎 所以你李安用什麼拍都可以賣 這一點你們要知道 是名氣的東西可以壓過這一切 當下我面對了這樣的一個挑戰 在這三年後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當他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因為沒有人會為一個系統去下賭注 因為系統一旦決定了之後 他一路走下去的結果是什麼 你很難短時間去改變他 因為周邊的設備都是一個系統一脈相承 你很難能夠同時相容 這情形之下 就想到了 那怎麼樣讓市場能夠接受他 那如何去推廣他 讓大家能夠看到 所以我們就在台灣成立第一家 直球對決的公司 就是讓你看4K大畫面 不要甚至不要跟我講太多 好 到這邊之後我們現在把畫面送到 4K的效果 現在只送1080 現在只送1080 4K我先把畫面調整一下 我們再弄 因為我怕送下去待會你就拿到殺火了 因為非常的非常的細膩 那我們先這樣子 這樣的美我能接受 而且也很喜歡 那當然啦 他本人比較好看這句話還是要說 你的得罪人 姑娘幾歲 27 你居然回答了 那當下這4台相機 在路密斯系列當中這4台相機 電影有電影的機器了 沒有問題 他在這個位置他就No.1了 這個價位他的性能 他的表現No.1 台灣很多器材出租公司 都有這套裝備沒有問題 再來 S1 作為一個跟S5 匹配的相機 兩個新的架構很接近 這兩個很適合你們做主機 重機 主機副機之間的一個運用搭配 再來S1R 拍照4千多萬相數 當你了解這4台相機的架構之後 我們再依照自己的需求下去選擇 如果你是大量的拍照 少部分拍影片的人 麻煩就是S1R 那你如果是大量的拍影片 又想有拍照的效果 S1 S5 S1H 都OK的 但是基本的原則一定要有 你這台機器最起碼你要拍照 要能夠OK 你要先記得這一點 不管你怎麼挑相機 除非你的經費真的很充足 不然的話 你就是 很充足你就是拍照我就歸拍照 錄影就歸錄影 那松下在這方面 普遍表現來講 你只要問視頻拍攝 真正的Pro專家 在國外日本 我交友廣闊 一些日本的朋友 告訴我他們都是用Lumis 這一點是存在的事實 那為什麼在市場當中處於弱勢 因為Lumis這台全副相機 就才剛開始這兩年的事情 它從市占率的1% 到了今年不得了了 成長了5.8倍 市占率高達5.8 以一個從來沒有做過全副相機的公司 今天做了全副相機出來之後 市占率居然可以從1到5.8 在一年多的時間 將近兩年的時間給它完成 這是個成就 而且它的上升趨勢 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我估計它最起碼再做下去的話 隨著它的鏡頭群的擴展 很快的就能夠達到25%的境界 畢竟 它在市場上的口碑 Netflix的認證 那不是開玩笑的 再講一件事情 如果說 相機的職 性能沒有獲得市場的認同 不會有人去做它的芒 幫它做電影鏡出來 電影鏡能夠相容於我們的Lumis系列 這一點就是代表市場的周邊的開發商 也嗅覺到這項產品這個系列的價值 和它的未來性 如果你回去看今天的直播會發現 這裡怎麼會有EFP存在 EFP又在哪裡 可是卻能有雙機作業的一個運作 來怎麼樣 後面是什麼 這是EFP 對 這裡頭你們所看到的一個是空氣EFP 這裡有一台機器 那裡有一台機器都不用線路 導播機就在這邊 這樣子就可以做EFP作業 上字幕上LOGO 然後全部無線作業 那麼橫幅跨距如果MIS做得好 可以跨100公尺的範圍之境 這是一個比較冷門的市場 但是做出這樣的科技呢 在過去最少要250萬起跳 才能夠完成這樣的EFP系統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幾萬塊全部都做得好好的 好 當下我們看到了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 再來我們做一個選擇的分析 各位 當你還沒有開始選擇系統的時候 你先注意一件事情 Canon鏡頭能不能用 你先把它當作一個選項 如果Canon鏡頭能用的系統 那麼你就可以先把它納入你的名單 為什麼呢 全世界鏡頭群最大的公司Canon 這是不用懷疑的 鏡頭又多又便宜 老鏡頭也多 電影鏡選擇 還有周邊的鏡頭廠商一定會做Canon的Mount 這個大家都認同 好啦 所以系統在選擇之前呢 為什麼不直接選Canon呢 我後面可以告訴大家 Canon是可以選 但是Lumis更好 Lumis更好 Netflix認證 還有更適當合理的價格 還有未來的投資呢 你不會覺得口袋破了個洞 也不用擔心回去被老婆給殺了 這一點部分呢 是在Lumis系統的這個投資優勢上來講 架構起一個讓你能夠進可攻退可守的方案 所以初學者選擇相機呢 就剛剛建立了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規格的相容性 我們可以透過Canon的鏡頭呢 來轉接成我們系統的一個鏡頭群使用 這樣子你就等於是跟全天下接軌了 第二個初學者的分析 他的投入 我可以直接就說了 在他的每一個品項 那一個價位當中呢 他就是老大 我告訴各位 42210bit 準備VCR 42210bit的重要性 42210bit的重要性 這兩個之間的差異呢 我們就會讓你知道 為什麼要挑選的是 Nomis的全篇幅相機 全面搭載422 可以進來沒關係齁 姑娘怎麼稱呼 我在思思 思思 兩種嗎 現在三種了 現在三種了 感冒、流鼻涕還有什麼 咳嗽 咳嗽三種思思 好 對不對 我們直接先跳這個東西齁 各位4208bit看到這個東西齁 這就是8bit的現象 我今天一直要講是 因為我每個月都有客人 交片的時候在投影階段 還有上網路的階段出事情 他上網路之後 就出現那個420現象 就是會有一輪一輪的 那種這邊一格一格的那個現象 那422呢 他是很純的滑過去 他不會有那種 色輪斷裂、色彩斷裂的現象 這個就是420跟422的差異 麻煩大家記得兩個字 兩個專頁 色彩深度、色彩取樣 你買相機一定要知道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知道420跟422之間的差異 你將在未來的影像製作的市場當中呢 會面對很大的瓶頸 假設我這個比賽是國際性的 我是要那種放映的 你用420去播他在大電視上大投影的時候 天空是一節一節一節的 像年輪耶 像蛋糕的輪耶 像木輪耶 這個時候你這樣的作品出去 你認為你的業主會驗收嗎 第二點 420的機器拍出來的作品 交到業主手上 現在的業主 以上業篇來說用什麼驗片 拍誰 會一式的大投影機 就一定會出現那一種現象 所以 第二個重點出現 我們Canon鏡頭相容之外 第二個重點就是要能夠有422的內錄規格 你才能夠在將來作品當中呢 立於一個標準之上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這樣定 如果你的相機規格沒有42210bit 我們可以就把它定規為什麼 一般消費等級的裝備 有42210bit以上的 我們就稱之為什麼呢 商用等級的裝備 廣播電視等級的裝備 好 架構 告訴大家 繼續播沒關係 架構告訴大家 挑選相機當中的幾個架構 第一個 民用消費機 相當於各位的手機 第二個 業務機 業務機要拿來做什麼呢 業務機 結婚錄影 婚商喜慶 紀錄片 商業簡報 這個就在業務的商用機 在上一集叫做廣播電視 廣播電視 Bordercasting就是我們 現在看到的第四台 那個有一定規範的 那個不是你隨便拿個小裝備 或者手機拍一拍就能夠交件的 那麼它有一定的比例要求 你必須要是屬於廣播電視級的裝備 中間附屬的一些記錄畫面 材料畫面 可以用一些拍沒有關係 但是你大部分比例 從頭到尾都用手機拍 你認為電視台會買單嗎 那很難啦 編繩就不過了 好 廣播電視 那最上面是什麼呢 就是電影廣告MV 這四個等級當中呢 你可以去挑選出一個 最接近在這四個級距當中的一個位置點 又不要花最多錢的 那我就舉這個 Lumis的S1H為例 這台機器呢 它現在已經在一個非常非常的價格漂亮區間 在10萬塊左右 的情形之下 它已經可以拍Netflix的電影了 當它能夠拍Netflix的電影之後呢 向下所有事情都能做 如果是公司行號 可以從這裡直接就開幹了 好 那我個人或者是初學者 或者是我剛入行的人呢 我可以從S5開始 這台機器已經擁有了 4220bit的弱檔外錄功能了 你只要在 將來 我要接那種商業案的時候 廣播電視案的時候 廣告案的時候 對方也很內行也要要求 那麼你只要買一個 ZINJA 2萬塊左右的外錄機 你就可以錄到那種 高水平的影像格式 進可攻 退可守 這樣的情形之下 這台機器 就會在你的口袋名單當中 當我們初學者 有了這樣的一個選擇性之後呢 我們現在 理解了這幾個目標 重點大概就是這些 那其他的就是 售後服務維修的保固期 他們的機器 兩年的保固 再來 他們的售後服務的維修 做得非常的好 不會給你寒扣 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再來 兩年的保固 再來就是他的周邊投資 他的周邊投資呢 很多的穩定器 都把它列入控制名單 也就是說 你可能 哪一台穩定器 要RUN IN RUN OUT 對焦 別的品牌 可能要買什麼 買更交器 1萬多 可是 大多數的穩定器 都直接把它寫進去 都可以控制了 這一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周邊的部分 資源也非常的充足 鏡頭群的部分 那就更不用說了 換Live喔 不要換Live 鏡頭群的部分呢 就更不用說了 剛剛跟大家說 Sigma有出 Canon有出 相容 Nomis鏡頭有出相容 再加上今年的鏡頭群呢 85 1.8 那個1.8系列 也會大量的出來 50 1.8 85 1.8 它的鏡頭群會越來越齊 所以呢 在鏡頭群 常常會被人家詬病說 東基鏡頭不夠多 這點都不用太擔心 好 那我們這個 初學者的選擇架構出來了 再來專業的客群 就剛剛講到了 S1H 你可以用一個態度去看它 它再上去還有它的Varrican Panasonic的電影機 跟Lumis的S1H 你走到頂規的時候呢 還有路可以繼續走下去 往上走下去 都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用的是同一套Varrican的色彩管理 這麼強大的系統 我們用到這個時候發現 它在接案子的時候呢 是非常非常的能夠說服消費者 跟說服我們的業主 連續劇當中 已經有它的作品存在 大家也可以上網看國外的一些電影 已經有Lumis S系列相機拍攝的存在 其中香港 香港的上架的電影 香港的導演 用Lumis的相機 從頭到尾拍了一部商業電影上映 這就是Lumis相機的實力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呢 它有足夠的能力 跟它的實力 讓你列入它的口袋名單 至於它的對焦呢 為人所詬病的對焦呢 在之前 確確實實 白卡白卡 但是呢 在經過多年之後呢 在經過幾個月之後呢 它已經做過了 像S1已經做了3到4次的升級 S5也做了升級 升級之後呢 它除了眼部的對焦之外呢 你能轉向之後 它依然能夠準準的對焦距 這是它讓人覺得 頭科小對焦的精彩 大家看作品來 談這個東西呢 我想 我剛剛臨時想到 我還不如 把相機拿到 告訴大家 相機拿到之後 我要做什麼 才會好用 那麼 那以前我都用 看作品 看 看實力 那講講看它的一個拍法 這個就是90% 市場上的一個交流會 那我相信我今天改變一下 因為 說真的 要操作相機現場交其實不太 這邊 這邊小姐這邊可以 我們挪一挪 喔 欸 江山鼓勵一下 來 給自己加油一下 因為都快睡著了 我也快黑咕了 主要是 戴著口罩 講東西 是比較辛苦 那你們下面不帶沒關係 因為畢竟我是要噴發的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 要做的就是開機第一件事 選擇分析也講完了 就是告訴大家 你如何做對的選擇 還有不會後悔的選擇 就是 鏡頭群的部分 將來的部分 是你的依靠 那我們HDMI1 HDMI1進去 來下一下 試試 1在這邊這一條 有還在啊 在 好我們現在進入了開機第一堂課 這個就是我要幹嘛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來各位看一下齁 3840 2160 麻煩你齁 相機接電視 教大家怎麼挑 第一個 要能夠吐4K 然後裡頭要有 HDMI RAW 你的相機要有這兩個東西 那才叫夠格作為一個商業相機的使用 這一定要懂齁 再來 4096 2160 30 C4K 這也一定要有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話 你哪一天呢 你的規格只有3840 2160 我就不好意思齁 你就去遇到那種C4K的案子的時候 你就被排除在外 你就連案子都不要接 好啦那沒關係啊 我剪一點再算就好啦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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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要看這個東西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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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想親毛 好 這叫CLEAN 記好這東西叫CLEAN LIFE 各位 我按了錄影鍵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螢幕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螢幕 有齁 這叫做Record Life 你以為很屌嗎 你可能不知道 你回家拿你的相機像這一台 拍謝 G100 G100 是在罵髒話嗎 這台叫G100消費的相機 G100消費相機呢 它一個特色就是 它為了保護專業相機的功能應用 所以當它接LIVE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 黑掉 會黑掉 這一點呢 請你們理解齁 如果G100呢 的話 夠漂亮 它拍給我拍那個三公 那個是美到好像在看廣告一樣 用這台拍的 如果這台機器呢 用了Record 還送LIVE 那這些東西 有可能會被人家越級取代 所以它的設計也在互相保護 也就是說 縱使它是消費級的機器 做商業用的人很多 G100很多 我不騙你 很多人拿來做商業用 那在整個市場當中呢 我們商業用跟業務用 其實是劃分的非常的清楚 那在某些的時候呢 我們不得已 會用G100去做商業影片 第一個場地申請困難 第二個呢 那個大機器呢 這樣裝成這個樣子 出去拍 會造成環境的壓力 就是被參與者 被這樣子拍的壓力會出現 自然就出不來 那種自然的感覺出不來 那G100呢 就是小小的 出去沒有壓力 好像生活紀錄般的一個做法 這跟大家分享 用途上的一個差異 所以說 除非你遇到的是那種狀況 如果說我去探訪一個病友 那我拿那麼大的機器去 訪問他的病痛痛苦 跟我拿一個很隨身的小裝備 來拍攝他 你認為他哪個會比較輕鬆 這個是教大家 在相機不得已的情形下 這樣是可以妥協的 好 那各位看到這個漂亮的濕濕 那我們這個用的是一個叫做 2060的KIT鏡 2060的KIT鏡呢 我們在用他的時候 該有的景深是存在的 那我們要把它景深 前景深極大化呢 要前 你要前才會有前景深 那我們不對的情形之下呢 我們在用一個方式來請起立 請起立 站在走到中間 進來一點點 這邊一點點 站在這個位置好了 對對對 好 再側這樣子 來看喔 看我的手 這樣轉 對對再過來 身體這樣轉 身體這樣轉 對對對 再轉 對 好 人K啊 2060啊 這種錢 還ok啊 那我在錄這個畫面在錄的時候呢 我的Clean Life可以送什麼訊號 送導播訊號 或者是我送直播訊號 然後 你不用管我 你看看 還原度很好 真的還原度真的很好 然後 老實講有優化啦 這個不能說 堅森立直男志系而否定科技真的在裡頭做了手腳 你看有沒有 你看有沒有 我自己看 你看你自己 有吧 皮膚感有變好 可是又很自然喔 那我看過優化的結果是 你動這把手腳做的喔 那一種相機真的有夠恐怖 拍著自己都不認識自己的那一種 好 那我們做出了這樣的一個效果就是說 20 60這顆鏡頭3.5跟2.8之間的0.7差異 我們到底能不能拿來做前隱身的畫面構圖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妹妹站到這邊來 這邊 前進靠近這個位置 好 再過來 好 正面 正面看我 看鏡頭 看鏡頭 對對對 好 身體側 側 這樣轉 這樣嗎 好 再來 往右轉 往你的右邊轉 好 往我前面靠 好 看這鏡頭 身體側 頭轉過來 好 頭轉過來 看這鏡頭 好 各位 3.7 也就是說我們在應付一些採訪拍攝的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稍微給它 全部花多多 效果一樣好很多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大家記得提醒我 我在這個架構下 我把這個黑弄上去 但是其他不能動 叫主基調修正正位 喔 背了一年才背起來 主基調修正正位 來 給我唸一次 主基調修正正位 再唸一次 主基調修正正位 主基調修正正位 他算聰明的 阿妮姬你來 主基調修正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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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辦法捏 他這個很老舌的一段話 裡頭就是告訴你 他就是主基調黑色 可以從零到多少檔 去自由調整 這是LUMIX相機 普遍擁有的效果 很好用 這個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們剛剛對比過大的時候呢 產生的暗部細節沒有 也是一個手法 我強調 LANG SUI 沒有 不是醉 阿我就是講 LANG SUI這件事情 其他的你不要給我宣兵奪主 那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也是OK的 好啦請坐 那20 60的這顆鏡頭呢 我覺得 很多人都 誤會他了 大家買相機都有一個概念 KID鏡 那不是拿來用的 呵呵呵 但這顆真的不是啦 這顆不是那個問題 這顆 你真的是可以留下它 而且用它來工作 好我們來看焦段 聲音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焦段 各位 那我的習慣呢 用M模做4 用M模做4 ISO自動 記得這個原則 M模式下 隨時可以控光圈 隨時可以控你的那個 快門 那麼我們呢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隨時注意件事情 讓OSO自動去跑 因為它的ISO很自然 三分之一跳躍 它可以三分之一跑 所以很爽 有沒有自己覺得變帥了 這一點客氣 直接回答變帥的那種 也太浮誇了 好 它的焦是這樣在走的 好 那我們 我們 針對KID鏡說明到這邊 還有就是說 剛剛要講的 開機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把機器官 做一個原始設定之後呢 作品我們就是最後面 等休息時間要看的人看 特別想要看 這裡頭的項目當中的 哪一個項目的使用 這裡頭有很多 像什麼 內徑滑軌 電子變焦 還有雙延伸 ISO範例 422剛講過了 就是你不要弄錯 然後再來9600萬像素 想懂的人也可以再問 那我們今天 現在比較覺得 今天想要改變一下 過去的做法 因為 我跟你們不好意思 裡頭有一半都重複的 我如果再講的話 就是 冷飯熱炒了 那你如果要聽這裡頭的東西呢 我們公司已經把上一次的直播都建立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你可以把這些上次的部分再聽一下 我一定是把他的計畫修正掉 因為 抱歉 很多人都聽過 再讓他們聽他們睡一大片在那邊我也很辛苦 好 那就這麼辦吧 你覺得咧 你也沒得選啊 等一下我摻一下開 好 接著呢 我們將相機做所謂的原廠恢復設定 原廠恢復設定呢 讓他從出場 這個也要學 在座有人已經調到 因為他的技能還非常的大 調到已經說亂掉了 那調不回來了 就跟我這樣做 請你跟我這樣做 出場 回到出場直 這個我救了好幾個朋友 然後BOSS 我不管怎麼拍都 安的都不夠亮 曝光也都怪怪的 顏色也都怪怪的 然後整個都懶懶的 因為初學者嘛 不懂 他把白皮衣服調錯了 結果他 他把人家婚禮現場拍得跟林航一樣 那回來會死人 我跟你講 我說哇靠 原來白皮衣服 反正就是亂調亂弄回不來了 路徑不熟回來 就是恢復原廠設定 開機就直接開幹 就直接可以錄了 就什麼都不要多想 開錄了 他的恢復原廠設置的時候 是最安全的8bit 60p不會錯 再爛的記憶卡他都會動 另外一點 你卡不夠 我曾經有一個客人 他錄到下午 一盒卡不見了 他怎麼弄呢 他剛好又是在那種婚宴會館 大家講 有一種婚宴會館 附近是前不熟村 後不熟店 沒有什麼商店 也買不到他要的記憶卡 那 再來便利店的記憶卡 規格都普遍很 很低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規格設錯 你就會跑 5秒10秒他就掛掉 5秒10秒掛掉 然後他會怪店家說 你這怎麼這樣 你相機怪怪的 怎麼 5秒10秒就怪了 先生是你怪不是他怪 因為你的卡的格式 是不夠跑快的東西 那這時候就教大家 用低階的方式求救 低階的方式求救呢 就是在這邊齁 各位看一下 28mai這個數字很重要 來我們來看一下格式 一開始我們先認識格式 再來就是教大家 把它變成自己的相機 開了就是LIMBY自己要的 其他的我都不要 它可以客製化成自己的東西 首先100mai呢 這個是消費級 消費級的格式 你100mai來講 它的存取就是每秒100mbps的一個儲存 那麼這樣的儲存呢 格式是屬於比較壓縮的 壓縮的時候呢 我經過一些後期調整的過程當中 就會很容易有一些損失 這些損失呢 就會造成數位現象 叫馬賽克現象 各位在做後期剪接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網路的影片抓下來 然後你只要輕輕拉一下那個Chroma 哇哦 那肥子都暖了 就是色斑色塊什麼跑出來 就很嚴重的數位現象 那麼那一種就是低流量的 的那個檔案格式會發生的 因為我曾經接受一個挑戰 BOSS 你那四八妹是要做什麼 做到那麼大 記憶體還不夠 硬碟一直尾 拜託 四八妹的細節跟它的低壓縮 能夠造就你在後期調整的寬容度 有效的倍增 比較爛的檔案100mbps 你可能拉個幾個東西之後呢 它的造訓跟色斑還有數位現象就隨之而出 出來之後 那孩子是你眼睛看到的 當你運算壓縮輸出的時候 感覺好像沒有差很多 但是已經掉了一大部分了 壓縮輸出 最後你在經過BODCASTING廣播電視的傳輸 那個就更可怕了 黑不是黑白不是白 顏色整個色斑跑得亂七八糟的 那在廣播電視輸出的時候會出現 再來下一個是什麼 當你丟到網路上之後 哇又一次壓縮了 但是呢 你的本質如果是200Mbps 150Mbps 400Mbps 那一種高Mbps的高規格檔案 出來的結果 第一個經得起你後製 第二個經得起廣播電視訊號傳輸 第三個經得起你網路上傳時候的 畫質的一個穩定 你如果用db rate 就是小檔案高壓縮的檔案格式 在做後期創作的時候 你省了時間省了空間 但是呢 你丟失了未來賺錢或者得獎的機會 因為很多的作品在評選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看他的影像的值好不好 你如果整個影像都是高ISO的噪點的一個作品 那像一種Home Video的那種亂拍的東西 評審基本上就先已經就是先 印象分數就先插掉了 插掉之後你還要他去用心的去看你那一種很辛苦的畫質 很不舒服的畫面去理解你的內容嗎 抱歉齁這種評審我還真沒見過 所以說你會強調說我內容無價 內容創意根本才是根本才是王道 但是你壓根做出來的影像規格就不是能夠 讓人家看得舒服的規格 就是高壓縮超多噪點的作品 如果能理解的話 格式就在這裡發生他的重要性 我們今天告訴各位 我當年為了省錢用了很普通的單眼相機 去了很多國家拍了很多作品 我現在後悔了 我當時候為什麼不選擇一個規格對的相機跟一個裝備 我拍的這些素材我到現在還能賣錢 那我當年的素材其實價值在哪裡 很多卡拉OK你看到的畫面都是我的 我就是邊玩邊賺錢邊玩邊賺錢 這個時候就意識到一點 你無論如何你縱使邊玩邊拍素材 你也不要忽略掉規格的重要 硬碟很便宜啊 好接下來硬碟無限大想學的舉手 不用錢的硬碟 好 請記得一個東西叫做YouTube 不管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他救了我很多次 我把拍的東西呢 拍攝檔晚上睡覺就全部丟上去 教大家快速的丟法 還有快速的管理方式 首先在檔案總管 將你的拍攝檔 那種小秒數的髒畫面先刪掉 那種幾K的啦幾M的啦 那種短短一兩秒三四秒 沒有用的垃圾或者誤按的東西呢 先丟掉 丟掉之後全選喔全選 按F2 打上日期時間地點 主題內容 記得這些字 那打就完了嗎 一定要學一個東西 不然你回來你會瘋掉 教你們一個範例 我幾萬隻幾十萬個CART 都在YouTube上面 我照樣現在在賺錢 因為客人要點水流 我就很快的把資料抓到 好怎麼弄呢 2021空格 01空格 01空格 今天幾號 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 記得這個邏輯 我通常的編法是由大而小 日期在前面空格 台灣空格 台北市空格 黑美林空格 餐廳空格 紅巡空格 紅燒空格 滷肉飯空格 切在裡面空格 為什麼要空格 我跟你講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你不這樣子照我的方式空的時候 你會搜尋到一堆大便 不是 就是搜尋到一堆死沒有用的東西 可是空格管理你弄好之後 你的 將來你要叫東西像我要賣那個煙火 年份是2018年的 我2018空格煙火 在我資料庫一拉 然後就把樣片放浮水印給客人 那他要的時候 我有原始檔我去抓原始檔 沒有原始檔要買不買隨便你 反正後期那麼厲害 這一點就叫大家 海量的硬碟正在你的身邊 千萬不要忘記他 他不會給你收錢的 記得 那背後的陰謀在哪裡 想知道嗎 為什麼有這麼好康 他怎麼賺得了錢 那些你們這樣子把我當硬碟蟲 我會死耶 背後的陰謀告訴各位 當你在百年後 當你在百年後 這是很大的秘密 全世界最大的資料庫 誰掌握 他們掌握 誰是所有權人 不重要的嘛 那就是他了嘛 那麼他透過這些你們這些 拆這些東西都是錢喔 設備錢 時間錢 交通錢 吃飯錢 創意錢 你想想看他花錢去找人家做好 還是請我們這些北器來做好 陰謀知道了齁 你以為這麼好康齁 但是你也不用在乎這個陰謀對你的影響 因為跟你無關啦 哈哈 因為他是你百年後的事 那我再講一下YouTube創作 我呢 我一個月多的時候 曾經拿過五六千塊啦 其實都賺不回來啦 但是 如果這個世界 照常運行的時候 到我孫子都還在拿錢耶 懂嗎 到我孫子都還可以繼續拿 只要這個帳號我 這個帳號我 遺傳下去 我當財產給孩子 誰有這帳號誰錢就繼續領 這也是可怕的地方齁 所以 我 我不是YouTuber 但是我也不是靠這個賺錢 是因為 我如果不把廣告打開 我的流量就會很慘 因為他不做分配 那我現在的那個YouTube作品 大概一萬多支有打開的 然後每個月大概有三十幾萬人看 那我全世界看過我作品的那一萬五千六百多萬人 那麼我的訂閱只有兩萬五千六百 欸兩萬五千六百 卻有一千五百六十多萬的點擊 欸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畢竟就是OZ上在這邊嘛 你看閣下這個尊容 小小平你牙齒也長不齊 又不是很帥 可是呢 憑藉一個對影像的熱忱 做一些爛片 還真有人買單 真有人看 這也是跟大家分享 你買了相機之後 你除了你拍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如何把你的作品 創造成 轉化成 平台 創造成財富 這個你不要認為 跟你無關齁 你只要謹記在心 我就是上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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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事件發 某個事件跟你相關 某個事件讓你給拍到 讓你給堵到了 那個版權就很嚇人了 那個版權是可以賣的 航行是10秒鐘199塊美金 我就是給你一個卡10秒199美金 以前匯率好6千多 現在5千多 是不是錢是錢 每個月都有人來買 大概是這個情況 隔世的重要 延伸到剛剛所講的這些問題 我也都幫你解決硬碟太大的問題 那你能夠留元檔就留元檔 不重要的你就元檔刪掉 但是記得不重要的未必不值錢 我舉個例子 我們都喜歡拍那種風光明媚 鳥語花香 但是我遇到一個案子我很幹 他要那種悲傷死人肝口的東西 哪誰會去拍那種素材 他用在哪裡 他用在製藥廠 製藥廠要這些東西 結果我都沒有 後來我就趕緊叫我同事拍一拍 也賣了七八萬 他用在製藥廠的宣傳影片 就是孤苦無一 精神 喪失還有生病 還有困境 那種畫面 然後最後告訴他改善這些困境的方法 有現在一種新的藥物怎麼樣 是一個醫學用的簡報片 他們也沒那個閒工夫拍 發給廣告公司 一支七八十萬他怎麼花 他不願意啊 他就買素材來啦 所以現在最大的市場來講 就是說 Jack你那邊就是有拍的東西 都把它當素材 編碼好整個丟上去 將來要拍要做的時候呢 都可以拉來用 但是畫質會變差 那我都是拿來做管理用 因為我有那個編碼之後呢 我可以很快的在上面讀 而且隨時隨地讀我的素材 那你如果沒有在上面建立一套你的素材管理資料庫呢 你就要去翻硬碟插硬碟 叫檔案讀資料一個一個找 那個簡直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你們今天來聽這一次的交流呢 單單這一段資料管理 還有上傳youtube 還有素材管理 還有背後管理 還有格式管理 今天這一塊就很夠 很夠用很受用了 那我以前不太喜歡教人家這個 因為這叫培養對手成長來打擊自己 呵呵呵呵 好 這些格式我們有興趣的 我們再慢慢的去細節它 這裡頭也可以講很大一篇 好 再來搶焦段 這格式講完之後呢 我們來講MP4跟MOV的格式 各位 MP4是一個高壓縮檔案很小 很有效率的格式 它很有利於你的觀賞 那觀賞的背後呢 你要重置它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因為它是高壓縮檔案格式 在做第一次膠片輸出 第二次膠片輸出 第三次膠片輸出 或者多次 多次組合 特效運算輸出 造成畫質劣化的現象 所以MOV的格式目前是 比較流通 MP4的格式是高壓縮格式 那MP4的格式基本上沒有人要買 但是你拍到了火星人登陸地球 那不是格式的問題 有畫面我都買 所以不要抬槓 那重點 內容重要強過一切 格式就不重要 但是內容不是很重要 格式強過一切 非常重要 那格式強過一切就是MP4 如果是最沒有價值的檔案格式 在國際的平台教育上來講 普遍都是MOV Polres 42 MOV檔案格式 所以你覺得你的相機本身 是不是有原始檔案格式是MOV的 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發現日本的攝影團隊 國外的攝影團隊來台灣 他們都指明一定要MOV的檔案格式 那其他的什麼 其他的牌子我就不講 反正就是你的相機 如果有MOV格式 是最最相容於大多數的作業系統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所以挑相機記得要有MOV格式 路會比較開一點點 好 MP4它告訴你 適用於PC上面觀賞 所以是觀賞格式 MOV適用於影像擷取影像 或拍攝稍後需編輯的影片 先把這兩個格式弄出來 弄清楚 那叫我做選擇 我一定拍MOV 因為我不知道我路上會不會拍到什麼 讓我拍到一個我就中了 然後我就講說 我們曾經授權影片當中 一個專案授權一下一百多萬 但是可遇不可求 不是天天過年這麼好的事 MOV格式進去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的變化就開始有一些不一樣了 我們如何用一顆鏡頭 20、60 把它變成 60焦段搶望遠 可以搶得更遠 在這裡頭去作業 好 MOV AP、SC 這裡總共有三個東西 叫做Full Flame AP、SC 跟Pixel to Pixel 這三個 三個Flame的解析 C4K 在這邊 60P 420 各位 4220bit 這一定要認明 C4K一定要有 相機在挑的時候這幾個真的是 沒有我跟你講下場是什麼好不好 沒有你就是在做現在進行式 這個是未來式 再來這台可以錄6K 6K麻煩私底下告訴我 它可以錄6K格式 表定上是沒有這個 但是它從一開始呢 經過設定之後 它就可以錄6K 6K可以讓你的專訪 超乎人期待的什麼呢 運鏡變化 6K可以做出3G、4G的影像效果 6K可以在後期的時候 進行滑軌變焦 各方面的運用 還有自由構圖 這些都是它的6K優勢 Slow Motion拍不出來的人舉手 這台 這台有客人Slow Motion拍不出來 再告訴我 我再告訴你 它在這個狀態下 是沒有辦法拍的 需要做一些設定 好 我們來看到格式的部分 首先呢 我先選擇一個Full Frame的 4K60P的格式 緊接著呢 我要把它做搶交單的部分 影片的影像區域 好 記得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妹妹的邊線還在 妹妹還在 私事還在 好 那我要改變它 這個時候 我們這邊是20 這邊是60 到這裡來了 好 我們立刻改變它 我需要搶交段 搶交段只要這樣改下去就可以了 好 再看一次喔 現在是這個位置 寬到這邊來 好搶交段 你一個20、60的鏡頭 你可以把它弄到100多 可以搶畫面 這個是大家可以去應用的地方 好 什麼都不能調 都沒有在動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沒有學過這台相機 你也不會用它 又是跟人家借來的 你不要想太多 重置 開了就用了 因為很多時候真的會來不及啊 你遲到塞車 人家已經 新娘新娘要進場了 可是相機你又不會用 重置開機開幹 好 我們現在就進入了 我們的第一次相機拿到之後 我們要做的幾件事情 讓自己好用 首先呢 將播盤播到電影 電影錄製格式 那我們就進去系統囉 進去系統呢 我們第一項呢 我們這邊把它改成M模 你要好用的時候呢 記得這個步驟 做幾個設定之後 你就可以很專業化了 第二個 標準 這個是不會錯的 它的顏色就是高度還原 盡可能接近你的眼睛 那我來看 媽糊爛 它比較漂亮 它的皮膚真的是有比較好 再來看這裡 你們針對你的細節下去弄 其中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它可以黑不要那麼黑 白不要那麼白 白不要炸掉 這一段呢 是不多相機有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黑呢 基本上 比較暗 好那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呢 突出陰影 我們來看哪裡會有改變 你們看它的皮膚炸掉了 炸掉了 我們就針對皮膚收回來 我黑還是黑啊 可是我現在 發現我 我的黑我不要那麼黑啊 暗部細節看這邊 我們玩這個相機可以玩到就是說 我黑要有 黑油黑黑黑油黑 黑油黑黑黑油黑啊 比社會還黑 也可以弄得比較不那麼黑 亮的部分用在哪裡 各位看一下後面的光線 在這種情形之下 大多數的相機會死在 逆光造成的暗部細節消失 這個大家都有很驚豔 那這個東西的手腳有兩種 要看不看卡丘 第一個 因為那台相機的性能 特徵就是很容易出噪點 所以呢 它透過高對比 加黑 讓你的暗部細節的噪點 不要那麼明顯 這個在早期拍煙火的時候 我們都會這樣幹 結果 黑的很黑 地景細節層次沒有 煙火呢 剛剛好 但是現在的東西這樣都不及格 要高東開14檔 來看 這個 這位已經不見了 不見了 這位 以為它不見了 不要吵它喔 好啦我們把它弄出來 我們先把它挖出來 挖出來有沒有看到 厲害 某些牌子的相機我告訴你 就是剛剛那個是它的標準 剛剛那個是它的標準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做 暗部細節過多的表現 那會自負其斷 再來這裡炸掉了 這裡沒有 我們再來就是把它恢復成原始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地方收光 收回來 讓它變成輪廓出來 好 那原本的黑回來了 這個原本的亮度爆掉壓回來了 就利用這個突出陰影的方式呢 可以單獨作業 這是其中一種做法 第二種用法 這裡有沒有用過主機叫修正正位 這裡 有沒有用過主機的 有齁 沒有 突出陰影有用過 這個很重要 很多時候都會幫到你 然後 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中用一點 先調掉 好 我覺得應該一次講完齁 不然這個可能會到天亮 我一次把設定講完 我再講理 你們要問理由 再問我理由 好不好 好來開始 首先呢 我注重的是檔案格式 檔案格式 第一個 我曝光的模式會先作業完畢 我選M模 然後ISO自動 選M模 ISO自動 來ISO按下去 ISO自動 待會要改成1 3分之1 要不然你的ISO曝光的時候 會有格動現象 第二個 照片的格式 我選擇標準 其他不要動它 等你熟悉它的色感 還有它的曝光 你喜歡的時候 再去做正負的微調 有人嫌不夠濃 有人嫌它太淡 這可以調整 這裡有這麼多東西 那這是清晰度 這是Noise 它裡頭在過去 相機沒有這兩 沒有Noise的部分 有的有的沒有 好 這部分我們先把它弄 弄確定 測光模式 這裡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來妹妹請來一下 好 這裡呢 會發生一個現象 就是觸光 如果是點側光的時候 點側光的時候 這裡會過黑 好 白色的地方會炸掉 點側光 看得懂齁 再看一次喔 點側光 我用中心點這邊做點側光 那先生這邊是暗沉的顏色 它為了讓它的曝光均勻 就會up 好 那到這邊來 就會under 如果它是燈 我們來看會變成什麼樣子 比黑色會還黑 好請坐 10個有9個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拍的東西會這個樣子 但是很簡單 你學過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來選這裡 平均側光 妹妹來 再一次齁 妹妹 你 拿個燈好了 因為我都拍你的車頭燈位 不好意思 還好 開給它 它不會開 對對對 拿高一點 這樣夠夠夠 各位沒有剛剛的現象 因為它是平均的 可是稍微提上來一點點 好這樣可以齁 好那你光拿掉 光拿到下面去 各位 沒有剛剛那種很強的現象有沒有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猛 它不會黑的很快 不會黑的很狠 好那我們再看這邊 沒有剛剛的現象 剛剛是整個收掉了 就記得第二個動作就是調這裡 好請坐 調這個地方 第二個 那其他的你要用 我們後面再來講 為什麼你要用 ISO感光度影片 上下這邊 應該要有-50 自動下線設定 這裡是這樣子齁 如果你對於影片的質感要求很夠 然後你又有請燈光師的人 我這邊會壓在3200 然後不夠的時候 我要光去 去給我曝光 曝到足 我不希望我的ISO上去 因為我需要純淨的色彩 但老師等一下幫我準備 那個雙原生ISO齁 的調控 調 好大家幫我調 好這邊看好齁 我這邊呢感光度的影片 我這邊 上線多少 有的人不要到哪裡 你可以自己定義啦 兩千 兩百齁 那下線呢 六千四 你就 你的ISO整個 不管怎麼跑 就是在你定義的範圍內 好這部分是這樣子用 好各位 ISO被手動了 那麼我不管調什麼 EV就是會很亂 不管調什麼會很爛 因為已經被咬住了 好 那我ISO把它搞到自動去 照理講我上面這邊要壓下來才對 曝光ISO自動的情依架它要壓下來 好這邊我們待會跟你們解釋 來這邊我們壓下去先關掉 下線 下線嘛齁 下線調整一下 有了有了有了 嗯 下線這邊 好這邊把它 調對 基本上都會在你的Range內跑ISO 那EV值這邊都會正確 你就不會有太多的失誤 好先到這邊齁 好接下來我們趕快 這裡主機要修設這位 這一定要學會 它會在黑色的地方改變 它在黑色的地方做細節改變 總共-15到15 齁 用在哪裡咧 成分 成分 逆光 反差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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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難唸 它幾乎沒有人拿來用 好這個我會動齁 再來 濾鏡要去玩齁 濾鏡一定要去玩 濾鏡真的很精彩 其中我特別推薦 這個 縮時攝影裡頭的 這個 深刻藝術 它在拍 風景的縮時攝影的時候 整個濾鏡套完 非常的漂亮 暗部有暗部細節 亮部不會炸掉 這個部分很鼓勵大家玩 另外拍片頭 這是夜景 這個也很好用 拍片頭 它把程式拍成玩具 整個程式就變成模型屋了 那個效果很有 很有視覺效果 就是很特別 你看了這個作品 說是攝影作品 台北市怎麼變成玩具 台北市怎麼變模型 捷運怎麼都變成樂高積木 它就是讓你出現那種 模型效果的一個濾鏡 這裡頭蠻值得推薦的 這裡呢叫抽色 它可以真的你指定的紅 其他都變黑白的 很多MV的時候用到 還有拍一些疾病的時候 譬如說精神病 那我人 我的環境都是黑白的 我人是彩色的 或者我人黑白的 環境是彩色的 那麼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突顯你影片的那個 視覺的一種強化 這個是一個建議可以玩的地方 這個也幾乎很少人拿來用 我就覺得很可惜 這個你有拿來玩的嗎 這個 有齁 有聽課都會知道 有這個東西要用 好 再來復分這個部分 就剛教過了齁 它總共在你的CMOS sensor CMOS sensor當中 建立了三種尺寸 一個是全篇幅 一個是APS-C 一個是Pixel-to-Pixel 它有三種尺寸 在焦段應用上來講 你可以去試著用著它齁 它不會有畫質地畫的現象 這裡的格式呢 我們再聊齁 各位 你這個 在這個條件下 它的Slow Motion 你弄到死它也沒用 來 上面這個鍵 上面一個鍵叫S&Q 切進去 S&Q 就上一檔格式 切進去之後呢 這裡就可以調整 180的Slow Motion 是躲在這裡 齁 跟其他的不太一樣 其他的地方是在影片格式下去設定 去轉那個Slow Motion 這個不一樣齁 這個會比較特別一些 Slow Wi-Fi 注意喔 Slow Wi-Fi 正常嗎 因為我 這裡已經Slow Wi-Fi了 你繼續幫我看一下 你繼續幫我看一下 好繼續喔 想進度 NTSCPA 想知道舉手 好 來跟進一下這個東西齁 當我們過去在 共產世界大戰的時候 NTSCPA 那個時候 國家跟國家之間 為了它的電視訊號呢 比 都給它 就是 480的 然後 到 到 到 那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這個 那展現到現在之間呢 才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的日光燈還有我們傳統燈具 還有馬路上的燈具 它還是走50的時候 在大陸在香港 你如果選擇NTSC到大陸到香港 很容易把餐廳 你會發現 怎麼說了一步不在跳 就是這個東西在投稿 你如果在台灣 你把它選擇PAL 這個叫大家解決 因為下一次每個月都會發生 麻煩你在台灣的時候呢 用30分之1秒 60分之1秒 120分之1秒 把以30為倍速的 那個快樂速度去處理 那在香港在到了什麼 2550分之1秒 對 如果你不會這樣的處理方式 你到每個現場去派東西 只要